9月12日 中共当局举办了为期两天的第六届北京人权论坛 活动人士批评 中共当局有意混淆人权概念 避开大陆人权实质问题不谈 故左右而言 它实则是在转移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人权现状的关注 推卸自身的责任 据大陆官媒报道 这次参加北京人权论坛的 中共官员在会议上反复强调 中国创造性的将人权事业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的人权发展道路 诞生了所谓的中国特色人权 那么 究竟中国公民享受到了哪些特色人权呢 据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明照的解释 在经济建设方面 居民的收入增加 保障了公民的经济权 在文化建设方面 使用电话和能上网的人多了起来 证明公民的享受文化成果权和开展文化创造权 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 当局将PM2.5 纳入了空气质量检测指标 切实保障了公民的环境权 面对突然冒出的诸多人权 网民们调侃从未听说过这么有特色的人权 也从没见过这么牵强的理由 听过他一解读之后 你看网络上很多人也调侃说 其实就是猪权嘛 能吃饱了 风淋不着雨淋不着了 就行了 就是这种嘛 而且他说的所谓的健康保障权 哪有啊 这都是他自己吹嘘自己嘛 他实际上自己弄一套这种语言体系 回避国际社会通行的这种人权标准 此外 当局还强调 在政治建设方面 中共制定了上万部法律法规 证明中国人权实现了法治化 遭到了法律界的哄效 实际上他们在肆意的检查法律 包括现在这个特别明显的 我们看到两高只要为了抓人 只要他上面的这个权力想做什么 那么他可以随意的曲解法律 他的法律实际上就是一个工具 当公民需要法律来保障自己权力的时候 这些法律没有太大的作用 但是当他需要按照这些法律 来打击公民的时候 这些法律这时候才能起作用 在五花八门的中国特色人权中 唯一一个老百姓有所了解的权力 就是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蔡明照声称 在政治建设方面 大陆98%以上的村委会都实行了直接选举 村民参选率高达95% 对此大陆民间选举专家姚立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参选率水分很大 比如说外出乌公的农民是1.6亿人 这些人他们没有直接的参加选举 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根据我的调查 他们的选举权要么是放弃 要么是被他人代用 中国的这个95%以上的冲会的选举啊 都是不合法的 就是说这个选举权要实现 个人的意志要表达非常困难 但是被选举权要实现难度更大 人权活动人士在网络上发表观点认为 中共当局用经济文化等与人权没有必然联系的话题 混淆人权的概念和内涵 根本目的在于分散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回避大陆恶劣的人权现状 人权律师江天勇指出 当局发明了一大堆所谓特色人权 就是没有提及人类应该拥有的最基本人权 信仰和言论自由权 因为这恰恰是中国公民不敢奢望而无法拥有的